脸色宁众访问记者 黄珊珊被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点名 同意与绿营合作 推动打炸相关法案 甚至吴思瑶还在脸书上贴上合照 莫非绿白之间传出有机会破冰 但黄珊珊似乎有些不太感冒 是在做洗钱防治法 不是打炸事法 洗钱防治法 民进党电板有版本 民众党有版本 所以我们在现场 然后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当场会做一些保留意见 这个就是审议的过程 所以也没有什么共识不共识 最后就保留要送协商 昨天在洗钱防治法的讨论当中 是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议案的沟通也非常的有品质 所以我谢谢黄珊珊委员 那昨天黄国昌总招 也有来与会一起来讨论 那昨天的整个讨论非常的平和 打炸司法是否有共识 看起来还没谈妥 绿白能不能合作 可能要先把前面国会职权 修法的账先算一算 我们这一岁前期啊 是跟着说 说我们没有心爱协商嘛 我说这个 民众党不是基因吧 这个扣钱违宪的东西 当然很清楚啊 我们要怎么跟你协商 你从1月15号 黄河章出来开机 有位院长必须要国会改革 我们就看出来嘛 那这个再清楚的不过 那我们乐见 在打炸这件事情上面啊 跟各个党团 大家彼此都能够充分的合作 跟讨论 黄国昌没有把话说死 但柯黄之间的恩怨难解 恐怕也让双方合作留下变数 进行为阮容器 网红雨采访报道